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我是保罗 话说最近都没有办法做影片了 因为是电脑的关系 偶尔可能接到电脑的话可以来做一下 总之我们就先直接进到主题吧 话说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这个 出局的条件就是什么时候你输 一般都知道是跌到很高的时候会输 那实际上面实际上的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来打一下 哎呀这个输入法不太熟悉 出局条件 或是说这个就是所谓的Topout 那在TB的话那通常是 所谓的KO啦 KO条件 那其实KO条件呢 有两种 嗯 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一种是叫做blockout 然后第二种叫做lockout 那blockout呢 嗯我可以把它翻成是 叫做嗯 叫做阻挡好了 阻挡 操 操 怎么打 操 操 糟糕 不会打 阻挡出局 然后这个blockout呢 嗯 blockout怎么解释 blockout的话就是 嗯 嗯 界外出局 那blockout阻挡出局的意思呢 我先写一次第一个哈 blockout阻挡出局的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 呃 如果你跌的方块 呃 被挡到了 好那就出局 这叫做blockout 嗯 嗯 不过这个的话就是 哦我来 我要打一下好了啊 blockout是 呃 方块 呃 出现处 出现地 被 阻挡 好 所以 呃 这个的话我们就要来 呃 讲讲看 这个方块出现在哪里 哦 所以I的话是出现在 左属的第四五六七列嘛 那其他三格 宽的方块都是出现在四五六 那O的话是出现在五跟六 所以说如果 哦 所以你看到这个左边三列跟右边三列 基本上都是不会出现东西的 所以如果我们 呃 左右跌很高的话 呃 就算被顶上去 哦 不会挡到下一个方块出来的地方 那都 还好都不会被 呃都不会出局 呃 嗯 不过这个高度的话 有一点点可以讲的地方就是 呃 在TB里面呢 方块刚出现的时候 它的高度是 在这个 整场的高度是二十 二十行嘛 齁 那最后一行是二十 第二十行 那方块出现的时候 它会有一半在 看得到的地方 一半在看不到的地方 这二十行上面 这不是就是天花板哦 它上面其实还可以再上去 那方块一般是出现 像是这两格宽 两格高的方块的话 它出现在第二十行 跟第二十一行 也就是说一半看得到一半看不到 那传统它是其实出现在二十一跟二十二 好也就是说 完全是在可见范围二十行的上方 嗯 嗯 TOP应该就是这样 TF Tetra's Friends的话 我不太记得 我印象中也是这样 好不过传统上面是 是出现在银行 上面银行的这两行 嗯 所以说 那在像TB的话 它是先出现在二十跟二十一嘛 好 不过二十 如果二十 第二十行 被挡到的时候呢 其实 TB呢 它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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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会先 呃 它被挡到 像是我现在你看这个I最上面 第二十行的I 下一个T出来的时候 它会被挡到 因为它没有办法出现在第二十行 可是像TB这种 呃 TB这个系统的话 它会 试着在第二十一跟二十二行 再试一次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T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第二十一跟二十二 如果我没有挡到第二十行的话 它就是出现在二十跟二十一 所以它有这个 呃 替代是 替代的出现 出现地点 好 如果这替代的地点 好 就是第二十一个跟二十二行 也就是传统这个地点呢 它还是没有办法出现的话 我们就会被KO 好 像是 呃 呃 我现在来排 一个 呃 很可怕的 呃 这个I 好 I如果我现在 我现在I如果要插在 呃 第六列 好 这个 Z的上面的话 好 它就会 凸出来到第二十一列 第二十一行的这一格 那一定会挡到任何东西 所以就我们就会被 所谓的 blockout 这个条件 哦 这个没有办法出现 阻挡到 你就出局了 好 所以这叫做 呃 这个叫做blockout 阻挡出局 好 那下面这一个是 比较不为人而知的 哈 就比较少人知道的lockout lockout的意思呢 是 呃 是指 方块锁定的时候 方块 方 快 锁定时呢 应该说 呃 完全 锁定在 呃 呃 可见的 20行 之上 哦 不是 行 啊 怎么打 糟糕 不会打 不会打 吃 竹人 OK 以上 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呃 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 看得到的 这个行数是20行 那第21跟22是看不到的 可是你还是有办法 把方块放到它上面去 好 像是说 如果我们像 现在这样子乱丢的话呢 好 你看最后 我放的最后一个 这个Z呢 它有一部分 好 有一格 出 到 这个可 呃 一般可见的20行以上到 就是到 戳到第21行 不过它有一部分在外面 一部分在里面 好 好 也就是说 它有这三格还是在 呃 里面 好 在20行里面 可是如果全部 全部 整个方块 四格都在 呃 20行以上 好 定造 如果 就是说 你放下的时候 它整个都在外面的话呢 那这个 就会造成所谓的 lockout 界外出局 好 让我来试试看能不能制造一下 像那样的情况 好 嗯 所以 嗯 这要怎么弄比较好 呃 好 所以 我现在 好 放了一个I在那里 如果我 把 我现在保留的那个L 把它换出来 然后用旋转乱转乱转的方式把它 移到I上面去固定的话 好 放下的话 那它就会整个都是锁定在 呃 可见范围之内 我不知道 诶 不太确定能不能呢 试试看好了 所以 好 我现在把下一个J 好 试着把它放到最右边 那一 那个横杠的上面去 哦 上去了 好 放下 看到没 就出局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不为人知的 呃 第二个条件 就是所谓的 lockout 好 所以 呃 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啦 这是 现代俄罗斯方块里面 呃 通常都是有这两个 这 这两种 呃 出局的方式 那当然如果是在TB的话 有炸弹 啊 然后有 有多KO制 好 你可以被 超过一次 那传统是都是只有一次嘛 好 所以多KO制的话 它就是 你被 你出局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所有的炸弹消除掉 让你高度又降下来 好 就不会 不会 呃 blockout 不会阻挡出局 也不会lockout 那如果 如果没有炸弹可以消 然后 还是 blockout 或是还是blockout的话 那 你就 就直接 就出局了 所以 这个 呃 可能 可能一般玩的时候 对大家 没有什么帮助 不过我觉得是 蛮有趣的 呃 一个小知识 好 所以那今天就到这里 咧 努力 音乐 工作 字幕